所有人以为要拍专业的画面就必须得用专业的相机 总赖自己手机不够好 我得买相机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相机去拍视频的 就如你现在看到这样 现在我们用手机录的也好 然后用相机录的也好 这个画面都不是看起来这么专业 但其实你离专业差的真不是从手机换成了个相机 而是差了一盏灯光 其实现在无论是在现在的手机画面还是相机画面 跟刚才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画面质感会提升了很多 但其实我们在现场拍摄只不过是打开一盏R1灯 然后把两个相机的参数稍微下调了一点 就得到了这么大的区别 昨天其实这个视频已经录了两遍了 发现有一些失误 一个是手机上的失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屋里的灯没关 就像其实屋里的照明就跟咱们家里的照明一样的 都是这种白制灯或者节灯灯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用这种节灯灯来拍视频 会发现一个是颜色不好 第二个呢有时视频会闪 对 闪就是我说这个频闪问题 那频闪问题我们通常可以通过降低快门速度来解决 但是如果你快门速度降得过低 那你会发现画面可能会糊起来 因为家里这种节灯灯啊 它都是这种民用的照明级的 它并不是我们常用这种专业级别的这个摄影摄像用来专用 所以那个灯比较便宜 它的缺点呢就是显色性不好 色彩还原不好 那个是硬伤 没救的 没救的 真的是没救的 所以你离着这个专业的效果差的并不是前面说的 从手机换成相机的差距 而只是差了一盏稍微好一点的灯 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花1000块钱左右 就能达到今天这个拍摄效果的一个套装 那这1000块钱不止包含了灯 还包含了副件 和你看到现在布这个灯的一个灯件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今天介绍的啊 金贝的枪霸式灯件 它这是上下两截钢管组成啊 中间有个小连接件 我们只需要转动这两个内的螺丝就可以把它分开啊 如果你外出鞋带的话 这么两米高 你不太方便 也可以这样把它拆开去带啊 腿是折叠的 那主要我们说一下我们怎么用它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枪霸 然后呢 我加构了一个枪霸 两个枪霸 上面用来装灯 下面用来装我的手机或者相机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有几个小技巧啊 我现在把手机和我们这个灯啊 先给它装上 来看一下啊 然后你可以从侧面看一下 现在我把这个灯设置的一个角度啊 基本上就是让这个箱体尽量贴着这个箱把 然后把灯盘锁紧就好了 然后这样升降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手机装上啊 这里我找了一个很老的手机支架啊 就是直接把这支架拧在上面 然后呢 我们的手机就直接夹在这儿 你可以横拍啊 你也可以竖拍 这个就是随你个人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做直播什么的 有一些APP里面直播都是竖屏直播啊 所以我们可以做竖拍 然后你像有时候我拍视频的时候呢 横屏会多一点 那么可以用横拍 那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两种 我常用的一个曝光的姿势啊 曝光姿势 第一种呢就是灯和我们的拍摄机位 这个也是相同方向 大家可以从正面现在可以看到啊 相机是这个方向 灯也是这个方向 然后呢 我们从侧面再看一下 也是 他们在一个铜像 铜像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呢 就是这个光源是从我这个正前方 正前上方45度压下来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的面部啊 额头是最亮的 鼻尖是最亮的 然后到我的这个啊 脸颊的地方可以开始有一点这个光效的收按 就是咱们常说的啊 用雷达罩常用的一个姿势 也叫瘦脸光也叫美人光啊 但是啊 对于我这种脸比较大的人来说 可能就不太有效果了啊 然后另外我教大家用的第二个姿势啊 就是这个家的第二个姿势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的灯啊 给它转个方向 我们这样转啊 对 灯头转到这边 然后把枪板转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在曝光的时候 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想着现在镜头就是被拍摄者 那你从你被拍摄者的角度上观察来说 灯光是从你的这个左手边 这样打到你的身上 然后我们镜头呢 从你的右边拍摄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从右边拍摄的时候 感觉这个人的脸上会有一个明暗过度 因为它不是从正面下去的光 它是从一侧下去的 对 这样就会在你脸上形成一个 哎 稍微有一点渐变的效果 会看起来更加立体 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高低的一个使用方法啊 我们选好了相机的拍摄角度和拍摄位置之前 这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调整这个灯高度的方法啊 就是在不穿帮的前提下往下压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灯从上面落下来的时候光会发生一个变化 最好的状态呢 就是在不穿帮的情况下 让这个灯尽量的稍微低一点 然后这样我可以在眼睛里获得一个非常好的眼神光 并且这个灯照亮我的同时呢 可以让背景稍微的压暗一点啊 这个可能现在有点低 我们再稍微往上升一点 对 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 最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啊 介绍一个补充两个小质点嘛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样布光的时候 无论你是从正面布 还是像我这样 现在这样从侧面布啊 都可以增加一个反光板 来给我这个暗面啊 就是光比比较大这个面 稍微的补充一下啊 像现在这样啊 有板的时候 对 和没板的时候 效果差异是非常大的 有板的时候 对 和没板的时候 然后这个板呢 我觉得很多人非常熟悉 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这个叫五合一反光板 它有五个面 对 这外面这个布套可以拆下来 然后翻过来啊 所以这个布套是四个面 然后中间那个芯是一个 芯是透光的白透光层 然后这个面是金银黑白四个面 但我们最常用的 其实就是这个白面啊 金的 金的你看金的是这样 金的其实并不太好看啊 所以我们常用的 一般金色都是在室外啊 在阳光下拍片的时候 我们会用金色的 然后或者银色的 然后在室内用灯光拍摄的时候 用这个白就完全足够了 另外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我今天布光那个光位啊 可能很多人理解啊 这个灯光是一定要直直的 照在人脸上 其实并不是这样 你像今天这个灯位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斜下45度的时候 这个灯灯光的光芯 是从我面前这样扫过去 其实我拿板你看一下啊 这个灯现在是对着我这个板的 而并不是对着我人脸 那比如说我们像 像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种从正面往下照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用法 就是这个灯对的 可能是我的胸口 对灯芯对的是我的胸口 而并不是我脑门额头或者鼻梁 因为本身它离我鼻梁是最近的 所以我鼻梁和脑门 一定是最亮的地方 那如果我再把这个灯的 这个我们常说 专业数据叫Hospos 也就是说它的热点 对着我们的这个 最近的地方的话 那可能我们造成这个光比 或者是油光就非常明显 那我只需要把这个 Hospos的这个光芯啊 光点 直接让它朝向我们的胸口 或者是稍微肚子一点的地方啊 这根据你拍摄的范围和面积来决定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面部呢 光线会更加的 不能叫柔和吧 是可以更加的这种舒服一点 对 这个有一点玄学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在拥灯的时候 可以稍稍体会一下 就是把这个光芯朝向旁边的方向 或者朝向旁边的方向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金贝的这种枪码式灯架 然后介绍了LX100瓦的小灯 然后和我们现在这个65厘米的这个融光箱啊 这一套下来 大概价格应该是1200块钱左右 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自己在某宝马云家去搜河一下 还是非常实用的 加上我们的手机 或者我们的相机 就可以直接一个人在家 这样不光拍摄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 对您有那么一点帮助的话 欢迎您关注转发 投币点赞评论 一月分享做一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